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字一撇一纳 好写却能懂 总会经历很多无能为力的事 总会遇见很多无可奈何的人 想得太多 心就累了 倒不如看开些 拿得起才能站得高 放得下才能走得远 活着就是一场修行 认真的经历 优雅的老去 无愧于心 无愧于天 就足以 这辈子无非也就是三件事 想得明白 随着踏实 活得自在 有个年轻人一心想做一个方方面面都比别人强的人 这方面也想学习一点 那方面也研究一点 但却每个方面都不精通 苦恼的他 于是向大师求教 大师听后 给了他一个被篓 带他去后山登山 说 到了山顶 你就明白了 山上有美丽的石头 年轻人一边登山 一边剪石头 被篓里的石头越来越多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 脚步也愈发沉重 终于一屁股坐在地上说 大师 我走不动了 大师说道 走不动了 那就是时候该放下了 满框的东西背在肩上 又怎么能走得轻松呢 年轻人心中顿悟 放弃了一心多用 从此只专入于学问 成了当地有名的才子 三千繁华 谈子刹那 百年过后 不过一泡黄沙 人生路漫漫 旅途上有遍地开花 也有枝繁叶茂 我们能够拿得起的终究有限 想得明白了 懂得放下了 心才不累了 有句话说得好 轻言放下是弱者 不言放下是愚者 懂得放下是智者 人一生中 总有些时间要留给自己 繁杂的琐事放到一边 或蒸一杯啄酒 或沛一口清茶 许一出清凉得一份淡然 想明白了 就释然了 忘不掉过去也好 还没来的未来也好 装装渐渐 与其搁在心中 不如放空自己 须知 圆深圆浅 只在展眉之间 路长路短 皆在心灵深处 有些事想得再多也不会有结果 有些人念得再多也不会有回应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无论发生什么 太阳总会东升西落 人总要向向阳而生 曾经的努力 只要拼尽全力就可以坦然面对 曾经的过客 只要无愧于心就可以释然放下 爱过恨过 皆是经过 好事坏事 终成往事 悠悠岁月几多愁 与其活在梦中 不如踏踏实实地睡觉 放空自己 专注当下 让昨日停留在过时 让明天顺其自然 周国平说 活得真诚 独特 潇洒 这样当然很美 不过 首先要活得自在 才谈得上这些 如果太关注自己活的样子 总是活给别人看 或者哪怕活给自己看 那么 你表演的欲知真诚 独特 洒脱 实际上却活得欲试作作 平庸 拘谨 做人见天地 见众生 更要见自我 要寻找真实的自己 见到坦然的生活 就一定要放下人生中伪的部分 把命照看好 把心安顿好 从容自在 即是圆满 杨将先生百岁时 在感言里写道 我们曾如此羁绊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正是放下了唯我 做到了无我 才遇见了最真实的自我 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自己必须要吃的苦 只能一个人去走的路 这趟苦旅 我有自度 他人爱莫能助 该放下的放下 该舍得的舍得 放下了 心才能自在了 一辈子 苦也好 乐也好 喜也好 悲也好 三万天 怎么过 时间都在走 情在浓 时间过了也会变淡 心在热 回应少了 心也会凉 人再好 得不到结果 也会离开 人生之路 必然有得有失 看得清 不如看得清 想明白 睡踏实 活自在 人生足矣 往后余生 做一个想得到 也想得通 拿得起 更放得下的人 好好吃每一顿饭 好好睡每一次觉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谁都可爱 谁都不爱 唯心之所向 晴空万里 愿 做你自己 无温西东 听从内心 无愧于己 既然选择了 就别后悔 做真实的自己 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